一场莫名其妙的深夜大火 你赶快把汽车着火了 靠近车子以后 那个火光就非常大 自己问他你到底要去 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男人 到现在我的既不相识的年轻男人 三多两不多 谁知道多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别人威胁过 我觉得人生都没意思 竟然一头狼 私自的盯着你 联手摧毁了自己的未来之路 我和你在外面大街上 广场 市场 见到人没什么区别 这是一直想一个问题 这家伙毁了我一生 真的 你是谁 从那来的就到那去 敬请收看本期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 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2017年夏天的一个夜晚 在江苏省昆山市 发生立起奇怪的火灾 就是停在路边的两辆汽车 忽然之间着火了 开始大家都觉得 是因为天热 车自燃了 后来越看越觉得不像 我们一起来看看 缓软 树里来龙去脉 2017年8月份的深夜 一天的闷热尘埃落地 江苏省昆山市某小区 聚集居住了大量外来 打工人群的楼宇中 人们逐渐进入了梦想 可是就在凌晨时分 一道刺眼的火光 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 2017年8月17号凌晨 当时我们接到一个群众报警 讲是在中央运东村 30多楼下 有辆汽车着了 喂 你好 我这中央运东村 中央运东村 我这汽车着火 拿来帮忙 你赶快把汽车着火了 一辆白色的涂光L 刚刚买了两个月 大概价值30万左右 然后另外一辆 是一辆尼桑的SUV 也是买了大概一年多 价值大概将近20万 当时被害人说是 他的车停在这个小区 是2017年8月16日 下午5点钟停在小区 他停好小区之后 因为他在小区里 有一个那个中介店 他就到他自己店里去工作 到了晚上9点半左右 他就回到他自己的住处 当时他就是经过 他住处的时候 他现在发现 他的汽车还是正常的 之后他就回到他房间睡觉了 是到了第二天 就是17日凌晨4点钟 有人打他电话 说他汽车着火了 这个时候他得赶下来 我们一开始就包括被害人在内 都怀疑是自燃 车辆着火地点 处于居民区 四周没有明显的火源 突然着火的车子 被视为自燃 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是随着警方的调查 这个结论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不向自然 因为什么 凌晨5点 温度很低 虽然是夏天 8月份 在8月17号就在 有时候快几个月份的时候 这边的温度 也肯定是晚上的温度 在25度多一点点 这个是绝对打不到 自然条件的 然后天气当时 也不是那种很炎热干燥 那种打到自然的条件 加上新车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自然的概率非常低 然后我们在调取监控 在我们调取的 其中有一个监控的最远处 发现这个事情有点蹊跷 车子自燃的时候 有很大的火光 在火光的时候 火光之前 我们把录像倒过去 一针一针看 发现这个火光是 大火光是由一个小火光点燃的 这个小火光大概持续了 有几秒钟的时间 从车子的一侧 感觉是从楼的那个位置出来 然后慢慢往前走 靠近车子的位置 当时的火光很小 然后靠近车子以后 那个火光就非常大 火光对着那个摄像头 都是很耀眼的那种火光 通过这个火星 我们当时就分析 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人为的 自然是不会有外界的因素 去干扰这个车辆的燃烧的 既然警方判断 这个移动的火星 有可能来自一个人为纵火者 那么这个人 又是否留下了线索和痕迹呢 因为现场监控条件不好 因为是凌晨 然后呢又比较黑 距离又比较远 所以说呢 具体这个火星 是怎么产生的 有没有人是 有没有人在周围 这个都是判不清的 唯一好的一点呢 因为是案发在凌晨 街面上的人比较少 后来我们通过调取 这个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录像 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这个男的戴着鸭舌帽 戴着口罩 他走路的速度非常快 从监控里面的反应去 他肯定是个嫌疑人了 那一路走 走到那个小区 连那个小区 大概500米左右的地方 就是高铁桥下面那边 那个附近 然后呢 和一个汽车的驾驶员 两个人碰了个头 短暂地交谈了几句 然后呢 两个人有一个给东西的动作 具体给什么东西 也看不清 两个人短暂地碰面了几秒钟 然后两个人就又分开了 然后那个人走另外一条路 那个开车的人 也继续走其他的 并没有上那个人的车 所以我们当时就分析 他实施完放火之后 他离开了 按照这种正常人理解的 我应该是 离开这个是非的地方 越远越好 不可能再次跟一个人碰面 再加上是凌晨五点 我们当时就怀疑 是不是这个车主 雇的这个人做的这个事情 当时就是 突现出两个嫌疑人 一个是真正操作的 这个实施放火的 这个叫 应该是张某 然后呢 后来通过他碰头的 这辆汽车的车主 我们查到了汽车的所有人 这个汽车所有人是王某 这两个人都是 纳入了我们的视线 因为当时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不是特别明朗 就是这个人跟这个车主 特别是这两个人的车主 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不知道 这些当时都是一批朦胧 根据现场视频监控 警方锁定了 纵火的犯罪嫌疑人张某 但是随即跟他碰头的 汽车车主王某 是否如警方判断 是雇佣张某 来实施纵火的雇主呢 因为他当时不在现场 他的车的车牌 被我们研判出来之后 我们对他车也进行了 各方面的研判 他的轨迹我们全部知道 案发时候 他确实不在现场 但是他在现场周围 没多远 我们通过这个赞助人口信息 查到他的赞助地 他也是住在我们下区的 这两个人 电话之间 没有任何记录 微信没有任何记录 但在KQ上 有大量的记录 从这方面看完了以后 我们断定 而另外一个人是顾几个人 所谓的是顾兄做事情 我们怀疑雇的人嘛 如果没有实际放火的人 如果不到案的话 贸然去抓这个王某 就雇主的话 他如果不交代 那这个案件 就肯定就陷入僵局 此时 被警方锁定的犯罪嫌疑人张某 已经成了一辆开往城外的出租汽车 之后这辆出租司机 我们也找到了 出租司机反映 当天晚上 他绝对对这个人是有印象的 因为时间是凌晨 当时这个男的戴着口罩 戴着牙舌帽 上了车以后 一直不肯说这个具体的目的地 一会儿说上海 一会儿说苏州 最后就是司机问他 你到底要去哪 他讲去场所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说 这个人的反侦查能力比较强 一是戴着牙舌帽和口罩 二一个 他到这个出租车上以后 直接坐在后排 而且司机讲 这个人坐在后排 也不是只是坐着的 是躺在后面的 所以说他这个司机感觉 这个人有点问题 这个有问题的乘车人 最终被发现 落脚在了河南浦阳 警方派出一队人马 即可赶往河南 对实施纵火的犯罪嫌疑人 张某进行抓捕 出发紧急 此时张某的清新面部特征 还没有被警方掌握 我们发现这个张某 是做 他不是长期在 在这个昆山活动的 是来到昆山以后 是在那个 一个小旅馆住过店 包括这个 我们从我访跟到这个旅店 前台的监控录像 我们也进行调取 警方在张某落脚的旅店前台 获取了他较为清晰的正面图像 这位前往河南实施抓捕的民警们 提供了更为辩解的条件 后来我们是通过 对这个嫌疑人的研判掌握 发现他 发现了一个重大情况 发现他在河南那个地方 近来是做中介的 当地公安可能用当地的话 跟他讲 一直以买房子的名义 跟他讲出来 他当时就报给我们一个地点 说我人在外面 可能在做生意 对于说你要不能约个时间 到这个地方等我 这个人当时也不是特别的配合 但是在我们人员也比较多 强制就有代理了 张某在河南被捕的同时 王某也被警方在昆山市抓获 这起纵火案的两个犯罪嫌疑人 至此都已归案 其实到现在 我的肌肤像他长什么样 我只知道短发 皮肤有点黑 挺不高兴的 然后就来散散心 然后结果来了之后 三坐两不坐 谁知道多大 这两个男人 一个心情郁闷不开心 另一个几乎记不得对方的样子 那么他们是怎么凑到一起 放了这样一把大火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又各自经历了些 什么样的故事呢 追溯 探寻人性真相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雇人放火 说明两个人 一个是有心 无胆 一个是有胆 无脑 这个放火 其实是挺重的一个罪 但是从他们两位的状态上看 好像两位都糊了糊涂 也不大知道自己干的 这是个什么性质的事 那他俩到底 为什么要搭火干这事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深夜里的一把大火 烧毁了两辆新车 王某张某 原本想要烧的是陈某的车 此后火事失控 连累了停放在一旁的另一辆车 两位拜害人的车辆 损失价值40多万元 分别于江苏昆山 河南鄱阳被捕的王某张某 交代了他们做出此事的缘由 他打过我 根据我们调查 是因为这个嫌疑人王某 之前与这个拜害人陈某 因为这个两个人有一些纠纷 后来呢也没处理好 然后呢这个王某 对拜害人陈某一直怀恨在心 因为我是做网贷的 网贷我给你讲一下什么 就是手机操作贷款的 他说他帮我找人 让我操作不要拿钱了 我说我就靠这个 我要靠这个赚钱呢 我要不拿钱 我吃什么 然后就是又劝了几杯 他说我把你当兄弟 以后在这边 我照上去 你不要拿钱了 我说不行 我要靠这个吃饭的 因为我联系聚业了两三次 他那小弟直接拿来的酒瓶 就对面那小弟 一酒瓶砸在这 这砸过来的酒瓶 让王某去医院缝了三针 随后王某到派出所报了案 这个人找到一个中央海员 就是一个人脉比较广的 有头有链的 就是给他认识 给我也认识 关系都比较好的 就给我双方关系都可以的 然后找了这个中间人的条件 这个人是吧 他说大家都是朋友 经常见面的 以后你还要不要来中央海员了 你要来就听我的 然后咱中央海员的事情 就在中央海员解决 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麻烦 太复杂 我说好啊 想到自己以后 还要在这片地区生活 于是王某同意了中间人的条件 最终陈某赔偿了700块钱作为了结 王某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碍于对方的强势 也只能忍气吞声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可麻烦许没有放过他 谁知道过了不到一个星期 事又出来了 陈某安排了一个人 到他那边 就是通过这个方式 这个有点类似于放高利贷 就是这种方式 挣了一笔钱 挣了一笔钱之后呢 他佣金拿了两千块钱 这两千块钱嘛 陈某就是说 这个人是他介绍的 这个佣金必须让他还给陈某 因为钱我们都没拿到 他不是我自己的钱 他说要是我们拿不到钱 你就把人交给我们 因为他打过我一次 其实我还有点害怕的 我说行 然后我又 其实也算是欺骗了 就是骗这个客户来到中华园 把这个客户交给这个中间 然后我就想了 这我就应该给我没关系了 结果当天晚上 带过去之后 出现六七个小弟 就在公园那树林那 把这客户打得堆在地上 靠着树站起来 然后叫我过去 过去之后 他其中一个小弟 问那个客户 就打一巴掌问一下 你是不是给了他两千块钱 那客户没讲话 又打一巴掌又问 他是不是说了你两千块钱 那客户钱三四个巴掌 没讲话 打了七八个巴掌 这客户憋不住了 他说 是 给了他两千块钱 然后他们六七个人围上我 之前砸过一批酒瓶 那小弟又上来了 他那小弟很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别人威胁过 你肯定没有这经历 就像一头狼 死死他盯着你 就是这种眼神 就这样 就像盯着你 这种 我当然感觉很恐惧 一见他打过我 而且他周边六七个人 我当然想 两千块钱就两千块钱吧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两个人说法不一致 但是沉默强行 拿了他两千 所以这两千 有没有反点给他 现在目前 因为那个 找的那个人 现在目前找不到 找不到 所以这个没法核实 但沉默拿了两千块钱 这个是 这个是确实 沉默自己也承认了 连搞我两次 其实他打我一次 我可以不介意 两千块钱 我可以不介意 但是这种恐惧 他给我带来的恐惧 他威胁我 给我造成了心理创伤 心理障碍 会在我以后成长中 受到很大的阻碍 会给我造成心魔 如果这一次 我要不还击 我这一辈子可能都长不大 我这一辈子可能都活在恐惧之中 而且这件事 我可能几年都忘不掉 我当时就想 我要搞得还要不然 我有心魔 就心理障碍 这个病是治不了的 毛毛毛被这种恐惧 折磨得近乎疯狂 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胆量 去找对方理论 于是他开始在网上搜寻 报复沉默的方式 就我一个人 完全没有力量 而且我这个人也胆小 我从来不敢去搞这些事情的 我当时其实 其实我在Q群上问一下 也是随便问的 就说 然后想找人 就帮我人嘛 就那个意思 简然真的有人愿意 三四千万去搞一下 一开始其实不想做的 当时也讲到明天来 就小岛一下 哪怕说搞一下 四千块钱 我跑来昆山 也不划算 然后一开始没想做的 后来然后一直催 一直催 给他做了 然后就来了 我对正人从心里上 是害怕的 是跟他拉开距离的 我不想跟他接近 我也不想认识他 他给我第一次见面 是在那个宾馆 见面要聊的 你要问的 你赶紧问一下 我带你去看一下 看一下 然后就不要见面了 想该给你 我当时心里想着 这样想着 开车去了 他在屋里 但我低着头 我没看他 到屋里之后 我是面对电视的 他在我背后 躺在床上的 所以其实到现在 我都记不定 他长什么样 我只知道他短发 皮肤有点黑 当时正身处河南的张某 接到了王某的这单买卖 于是他乘车来到了昆山 当然我给他讲到很清楚 我说我不出面 我也不会帮你 去做什么事情 他说好 后来他说 就我们确定是烧了 就是砸和那个 砸或者喷嚏 可能时间长 噪音大 可能那时候 他把人怕跑掉 后来就说烧 后来就三桌两桌 就说要烧 我说那我肯定不乐意 不乐意 但是拿了人家钱了 刚才我也说了 我这人就这种 拿人家钱了 然后我就没办法 后来我就说 我说我搞不到起 然后谁知道 谁知道 他说 他搞得到 然后就搞过来 搞过来 然后我就 搞那么 都大桶 光泉水 给我搞那样大桶 当时我也梦啊 我说这怎么搞 对吧 然后我又 到小关键 到了那么 那么一堆堆 扔了个车 然后离了有 二三十公分 车边上 其实是着不了的 点儿被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着了 放完火之后 长毛走到小区外 与王毛见面 收取了剩下的钱款 随后他离开了昆山市 那么现在 终于报复了对方的王毛 又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 不动管 我害怕的地方是 他别给他烧严重了 我本来想着 随便损了几件 还烧了几层气 把气烧掉一层 或者胶条烧掉一点 随便搞个几件块钱 我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让他知道 有人敢搞他 就传达了 这一个思想就好了 就是传达这个思想 有人敢搞他 回去之后 我一直怕的是什么 怕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结果很严重 辨认完现场之后 他才回来 整个人就坐在哪 不动了 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 这不是几千 一两万能搞定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的 两张汽车市场 就可能也达到四五十万元 这个后果 他自己也意识到 估计承担不了 所以自己一直也撒在那边 然后开始也开始哭 各方面的 自己因为知道 这个压力太大了 当时我刚开始看到 这两张车报废的时候 我心里不止自责愧疚 还有一点就是 还有点抱怨 我这个同样犯 我给大家不认识 他是陌生的 我一直抱怨 他一直很轻荣 说怎么做 怎么能把事情 做成这个样子 搞得这么大 我当时心里一直在骂他 自己点倍 真点倍 其实本来找不掉的 这两个人 几乎对对方一无所知 但是却联手酿成 异常大货 回望他们的人生来路 两人的脾气 秉性经历 大相径庭 唯一的共同点 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家乡 河南 你知道吗 我爸妈吃了一辈子 买的 家里买个香蕉 我上学的时候 家里买香蕉都是买坏的 我没吃过 我十 我十八岁 十八九岁以前 没吃过好的香蕉 没吃过完整的香蕉 我爸偶尔买一次香蕉 还都是买坏的 就别人要处理的 建设新农村 我们村是吧 就是在这三个旅边 反正挺富足的 每年 在那种小城市对吧 一年收收房租 收个两三万块钱 对吧 有的稍微弄 就是说多盖一栋房子的话 每年收房租五六万 然后家里父母随便搞点 做点小生意什么的 在家门口就可以做嘛 自己的房子 也不要房子 做小生意 一年弄了十几万块钱 然后像我这种 就是说爱上不上 不上就随便找个工作 做一下 一个月两三千左右 就这种混日子吧 不管是家庆贫寒 还是富足 这两个年轻人 都没有完成自己的学业 就离开了家乡 十五六那年打架吧 然后把人家 反正打上之后 赔完钱之后 然后父母 感觉父母也挺不容易的 出来就打工吧 老老师上班 越上班也觉得没意思 干什么都没意思 我觉得人生都没意思 包括像我这些朋友 喜欢没事开车 因为找人家女的 对吧 就出个对象 我就没这方面爱好 我一爱好就是每天在 有时候不做事的话 去我们家吧 游泳馆去游乐泳下我 就这个了 做到高三我只是好像 我记得好像只剩两个月 实在没办法 就出去了 出去当时学技术的话 还要给家人要钱 当时就没学技术 当时就我们 当时十年前吧 当时我们农村 都是直接去厂里 因为去厂里能挣一千多 在当时一千多蛮高的 感觉我从不上学之后 我人生经历还挺丰富的 尤其这次又坐牢了 又嫁一样 不上学之后 你看 然后就出去上东北嘛 然后一开始打工 后来就不打工嘛 瞎混 总之也可以说 睡个公园躺一 咱也睡个五星级酒店 对吧 总统套房还是 什么行业都干过 保安 保镖 刷过盘子 给人当过打手 看过场子 什么蛊惑仔 什么乱七八糟的 谢文东 跟一个傻帽一样 我对那些从来 没有拿傻的 我不崇拜任何人 我也不 不惧怕任何人 任何东西 感觉就这个 这种性格吧 你像说我怕什么 人家什么也不怕 跟人家 不过在家里 跟人家打架什么的 两个人打人家十几个 很正常害怕什么 就这种性格 我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我的理想是警察 或者武警 当然小孩子都是这样的 我相信很多男孩都是这样的 像那个警察啊 武警啊 其实心里最理想的特性 但是都不可能的 那都是考上去的 而且我的身高 一米六三 不可能的 直到高中后来 当然想 我当然唯一的想了 就是能学一张技术 赶紧挣点钱 我家里也补贴 因为家里确实很穷 如果不中断学业 王某觉得自己的能力 是至少可以考上大专的 但是贫寒的家境 限制了他在学业上的发展 我伤心的不是 辍学这件事 我伤心的是离别 就是要与学校说再见 我从此之后不再是学生 我学校的好多朋友 可能以后就很难会见面 我伤心的是这些 对于辍学这件事 我当然想 辍学可能也是一样好事 我可以去学个技术 挣点钱 出去打工挣点钱 在其后的打工岁月里 王某经过工厂 倒腾过床单被褥 做过网贷信贷 他像无数离家外出 期望改善家庭生活的 打工者们一样 在异乡努力着 我现在穷啊 也没多少文化支持 但我这个人 并没有 并不是什么大坏人 我和你在外面 大街上 广场 市上 见到人没什么区别 我当时 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当时 气不过 是我意识糊涂 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如果不是因为 这个意识糊涂的错误想法 王某已经开始着手 为自己的未来生活 进行规划 当时想 要么就找我哥 一块看餐厅 一家人好好挣点钱 然后我到时候看看 能不能再做个宾馆 懂得规划人生 知道以后的人生方向 不至于再想以前 在常人 没心没肺地活着 一个月领着 三千块钱的工资 自己吃饱 全家不得 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了 我好不容易才长大 好不容易才懂事 好不容易才想着 创业 要有个家 但是 这一场大火 不仅烧毁了他人的汽车 也连带着 烧毁了王某的人生规划篮头 我不知道会判几年 我不敢想 我也不想就想 虽然有人跟我说 你有很可能是五年 我不敢想 五年 如果我现在是七十岁 六十岁了 五年 五年就五年嘛 就当养老 如果我是二十岁出头 五年嘛 大不了我五年 不恋爱 但是对于三十岁的我来讲 三十而立 就是创业的年龄 这将毁了我一生 这将毁了我的一生 与王某的后悔感伤不同 张某的反应则十分冷淡 让人不解的是 一个小康家庭的孩子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受购他人 放火烧车的人呢 小嘛 一开始觉得感觉 挺那啥的 对吧 多厉害对吧 到后来就完全是为了 能弄几个钱弄几个钱呗 也不是说跟电影一脸的 为了义气什么的 老大什么的狗屁 给钱谁都能卖 对吧 完全为了钱 让自己有了钱 然后我其实想啥 通过就是弄一些灰色收入 然后就说手里有两个钱 然后自己就开始开个小店什么的 自己做正当的生意 开个小门店 一天也不要求多 一天弄个两三百块钱 少年离家折腾数年后 张某打算回家过个安稳的日子 但是这个家中的游子 并不能获得父母的信任 以及他们对自己事业的出资 不想跑 没意思 然后我说做个小生意吧 然后家里不同意 然后就说怎么着怎么着 还是感觉我不稳定吧 怕我做到时候真给我弄的话 三天打月两天晒网 或者说什么 或者说三天两天 一群半大小子来了 然后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就感觉特别失望 就是说还是家里人不信任我 感觉家里人为什么不信任我呢 心里挺不高兴的 就想来宽散散心 然后结果来了之后 三做两不做 谁知道多大 这个自以为已经读懂江湖的年轻人 带着漫不经心的嘴意 以及自觉人生乏味的孤独感 在他仅仅二十岁的年纪 就落脚在了铁窗之内 这样说吧 我真是一直想一个问题 你说人从哪来的 别说什么进化论 从哪来的 人又要到哪去 死了还有你吗 如果这要是有地狱的话 那你还是你吗 你现在的灵魂是你的灵魂吗 或者说如果你的灵魂 是你现在是你的灵魂 那你上一辈子 那个灵魂又算什么玩意儿 然后我妈说 真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想要啥 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说出来 然后他们就说 人活着不要想这么多 想这么多就不要活了 然后我就笑一笑 真的 你 你这 从哪来的就到那去 感觉自己有时候就跟神经病一样 有病啊 想这玩意儿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到场嘉宾 媒体人杰文金先生 心理专家 毕金仪女士 欢迎两位 说起来这个王某 他是主犯嘛 他故人干的这个事 挺缺德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 我恨不起来他 我老觉得他特别可怜 他表现出那个状态 非常委屈 就是他是真心委屈 他不是装的伯通情 这性格的人 他怎么就干出了 去凑火这么个事 这个故事整个一看完了以后 就让我想起来了 这个我们中国有一个 特别有名的小卡通片 叫《没头脑和不高兴》 后来就跟中了谷似的 我发现这没头脑和不高兴 它们必须是一固定搭配 你找到了没头脑 不高兴一定就离得不远了 今天这两位 你就是说这位王某 是那不高兴是吗 真的 今天这两位就应了 这没头脑和不高兴 他就是那不高兴 就是他觉得他父母 吃了一辈子馒头 他就哭了 但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家里同学 那个我学校的同学 没有吃的 吃饱的面都是吃了上顿 没下顿人也没哭 人活得还挺高兴 然后现在说起来 那会儿人家不是哭 人家说 哎呀那会儿还挺养生的 就是再说 就看你怎么看了 对 所以整体上 他这不高兴 就是如果用当下的话 其实说起来叫做郁闷 他的郁闷 我的理解 就是他没有办法 及时地把自己心里边 那些不愉快 小小的事情 不愉快给他宣泄出去 一直攒着 这人呢 其实对于自己的情绪来说呢 它是一个容器 你扔出去脸 你才能再填心地进来 但是他不得 他都一直攒着 攒着 后来给自己攒成了一个高压锅 随时就要一点就着 但如果生活中 我就这么个闷了吧唧 心而窄的性格 我就是碰到了一个 我就又惹不起 我又怕 但是让我特难受 特堵的话一事 那我能怎么解决是对的 大概解决呢 就是是分层级的 首先我们当然是 积极干预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找对方交流 我们提出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我们哪怕吃亏一点 如果不行 我们中间可以有人去接调停 比如找些有头有脸的人出来 帮着一块说和 如果这样还不行 其实你是 如果你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你是要善于躲避 你要避开麻烦 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 我惹不起你 我是躲得起 那刚才咱们说了 没头脑的跟不高兴的 好像是一对固定搭档 我有点明白 为什么是固定搭档了 不高兴的人呀 都是心而宅想得多 这样的人往往呢 行动力差 没头脑的人呀 是不怎么想 但是行动力特别强 就是咱们看见那个张某 上手就来 张某 上手就来 张某我也不怎么恨他 因为我觉得他特别可笑 他的关键词是无聊 无聊到什么程度呢 无聊到不真实的程度 于是呢就感觉不到自己到底怎么回事 都已经开始思考了 人哪来的哪去的这种事情 想这种问题倒是个好问题 就是他想的糊了糊涂的 就是这都是不真实感嘛 于是呢他需要做一点脚踏实地的事情 让他自己感觉到他自己是一种生存的状态 就我还活着呢 孔父子以前有两句特别有名的话 大家小学生中学生都知道 叫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这个待字是危险的意思 什么叫学而不思 要么你就学了想着想着就想懒了 写了什么也不想干了 就他说的 但人想太多就别活了 要么你就想着就非常危险了 所以就干这个危险的事情 而另外这位这个王某 其实王某是有文化的 他会思考 又没有用真正科学的思维去思考 得到一个搞笑的办法 什么乱七八糟的办法 找个人来点车子 报复 是吧 这同态复仇 这能叫心理治疗吗 而且还把不相干的人 对 别人的车给点了 说到这个不相干的人的时候 我再接着多说一句 这个也是提醒电视机前 所有在座的 咱们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纵火只要沾上火字 所有沾上火字的犯罪 自有中国有政权以来 就是大罪 非常严重 一个火字只要出现了 绝不是就这把火可以了事的 你以为这是一个 烧人家东西的事吗 不管是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还是说重火罪 这种重罪都和你放火有关 不问你想烧什么 而是问你这把火 可能烧到什么 但是我也想替这个王某说一下 胆不是特别的大 也没有特强烈的恶意 说实在的 看上去社会危害性不是很大 对 这也是我想跟您说的 咱们在这个节目里 这么长时间 咱见了多少为了自己脱罪 装356是吧 装789的是吧 他一点没装 这位是真是我 做咱们节目 有史以来 第一个在这种悔罪态度 真的打动了我的 但是我不是干涉司法判决 绝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说从司法的原理上来讲 如果说主审该案的法官 觉得他确实是 社会危害性是比较小 而且悔罪的诚意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像他这个罪是允许 在法律当中是用缓刑的 就如果说能够给他 这么一个机会 用缓刑的方法 那么对他来讲 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至少在法理上 我觉得也是行得通的 最后我的感触是 这都是难兄难弟 平常咱们特别容易这么谈 说这个人从小 他要是特别穷 他长大了就容易 怎么着怎么着 或者是他从小过得 家里头富 他长大了容易 怎么着怎么着 好 他俩给你出了个证据 穷人家的孩子 这个王某一辈子心眼窄 然后想不开事 最后给你惹了个事 那个殷实之家条件好 什么都不愁的张某 长大了以后 吃个二百五 没脑子 没有任何生活压力和规矩 然后也给你惹出了 同样的一档子事 说明啊 钱多还是钱少 穷还是富 恐怕不是最核心的问题 关键还是 一个人心里要健康 性格要健康 价值观要正常健康 他才是个健康的人 他才是个健康的人 你 gives không 吃一个健康的人 了几何 women 那宝不太 你才是个健康一直 kalau م tänete 你不是 父